有很多事經常問,叫做Physical Obsolence Obsolence 即是折舊 有一間屋現在是因為日久失修 Physical 這個字叫表面的 它有三個,我們一定要記住 一個叫Physical,一個叫 Functional 一個叫 Economic 很容易記住 我們的Key Point就是 Physical 表面的,不是物理 我們記住這個叫 Where and Tea 就是日久失修 原來它有分Curable和Incurable 甚麼Curable和Incurable 就是由Cure這個字 就是 如果 我用少少錢 再說一次 如果它是因為日久失修 就是 就是 那個油 剝落 Where and Tea 我只要用少少錢 例如說 我 打個譬如,一萬元 那間屋的值 就會升回十萬 如果我不油 它就跌了 Obsolence 了 Depreciate 了十萬 但我油 用一萬元 外牆 加內牆 四千呎 一萬元也不算過份 用一萬元 它竟然的價值會給我十萬 which is 這個就叫做 Curable Curable 所以Curable 就是我們 有得意 是的,有得意 Incurable就是Foundation 我們記這個例子 這題目已經出到 我已經熟悉了 你們記這些例子 甚麼是Foundation 現在有一間屋 我們知道Foundation 跌了下來 雖然它給二十萬 我們雖然Depreciate 是十萬 但是呢 都不行了 即是你 就算修改 別人都知道 是曾經Foundation 衰過 It doesn't mean 那個Value 會給你 Functional 我們要記這個字 就是Design Design是甚麼呢 就是 有一些舊的屋 是沒有Microwave的 原來我們只要 放一個Functional 功能上的東西 放一個Microwave 買一個新的倉庫 就可以了 Incurable 就是三房一廳 三房 Sorry 三房 四房 沒有Garage 一間屋 四個房間 連Garage都沒有 如果你要Cure它 你要重新拆個 再整個 洗的錢就大了 所以就是Incurable 基本上 Design 你認這些就可以了 它可能會說三房一廳 或者 總之你的意思是 是用設計才會設計 因為Design 這些就是Cureable 那記得 Functional和Physical 永遠都是有Cureable Incurable Economics 一個字就是Incurable 可以了 你們如果看多些書 你們有機會會見到 Economics是Cureable 但是不要考這張牌 你記住 Economics是Incurable 就不夠了 為什麼呢? 因為Economics的意思就是 時間過了 已經流失了 它用了幾個例子 就是Interest Rate 那個息 升了 升 升變了 房子跌了 升了 所以就沒有了錢 或者Economics 就是說 有架飛機 在附近 起了個機場 一些外圍因素 令到那間房子 跌了直 因為吵 所以跌了 就跌了 不能說拆了別人的機場 不能說 我加一些Double Pin的Windows 可以補回 沒有 是Incurable的 那你就可以了 那你記住